其實龍少華從小立志 做明星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想找到 他想讓他的母親看到他 然後去把他認回去 可是他這個想法是失望的 因為母親從小沒有能力養他 就把他丟棄了 丟給房東去養 媽媽已經沒有管他了 媽媽根本也不知道 他長大了是龍少華 即使看了電視 也不知道那是他兒子 但是後來徐元啟示 他們要依照很多的對比 那時候他沒有去什麼 驗DNA這種東西 就是找了這個 然後從養母那邊的口述 什麼去看 就找了這位女士 上了節目 他們大概認為80%相似的 那龍少華當然他因為 一直渴望這個 跟母親相認這一剎那 在節目裡面 他之前是很嚮往跟很激動的 可是到了現場 這個女士的反應 其實有點冷漠 然後兩個人見了面以後 其實龍少華有跟節目講 就是說其實跟他想的不太一樣 他以為他會非常激動 會哭或怎麼樣 可是他當時覺得 他好像並沒有這樣的感覺 這個感覺是 當然是兩邊的 女生的這個沒有那麼的 那麼想要去認回這個兒子 而且就是告訴他說 其實我根本不認識你 你在電子上出現了 我也不知道你是我兒子 他說你當時為什麼要棄養我 他說因為我是一個女人 我當時自己都養不活了 我怎麼養你呢 就是聽起來讓他覺得很傷心跟絕望 他的生母對他態度這樣子 雖然他們在節目裡面有做一個表現 就親吻一下 可是之後龍少華講的就是說 跟他想像的差別很大 後來節目又找了養母過來了 那養母至少跟龍少華有好多年 相處一段時間 龍少華看到養母反而感動的想哭了 他那時候就想到說 其實生母其實不如養母大 養育之恩是很重要的 當然這個跟母親的情緣 沒有辦法在龍少華的心裡 得到一個滿足 他只有把這個母子的這個情緣的蛋 先轉到他跟他女兒 婦女的情緣的上面去 我覺得其實龍少華昨天的處事 會讓我們感覺很遺憾的是 其實台灣的演藝圈 在每個時代都有一個 亦父亦兄的一個資深演員出現 我們剛剛講到陳淑芳 阿姨就現在大家覺得是一個 國民的母親 國民的阿嬤對不對 早年你知道 李安導演的狼熊 狼叔叔 這個其實資深演員非常多 但是你要締造出來 這麼一個指標性的形象 這是叫天時地利人和 各種狀況的 狼熊之後其實大家回想 前幾年有諸葛亮大哥 諸葛亮大哥之後 其實龍少華大哥 是一個這樣的icon的人物 他可以是大家 因為現在跟他合作的電影導演 都是新導演 都是很年輕新導演 龍少華在拍電影的時候 都會傳承他以前的資歷 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龍少華大哥過世了之後 你感覺上這個角色 目前好像斷層了 接下來這個父親跟哥哥是誰 沒有了 為什麼可以做到這樣子 其實你看 諸葛亮以前有很多故事 龍少華以前也有很多故事 我要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他以前 龍少華以前漂破過 他年輕的時候其實不屑於 他出來很早 後來不屑電影 他就說我不要拍電影了 因為當時他就覺得說 不是 不拍電視了 我要去拍電影 因為當時有人說他是許不了接班人 許不了過世之後就有人說 你是許不了接班人 他就覺得 哇 我的大頭 他大頭正了 他覺得我可以變大明星了 做秀 然後他就說 那我不要演電視劇了 就不接電視劇 他就去做生意 那個時候又有一些男演員認為 當藝人有時候是 可能要去做生意 他後來倒了很多錢 其實我要講就是龍少華龍哥 他今天成功就有兩個因素 第一個我覺得 他的個性非常海派 一直從以前延續到現在 第二個他敬業態度 我講海派這個故事就是 其實剛剛講了 大哥以前有一段時間大頭正 他覺得他要紅了 人家說你許不了接班人 他就說那我不要演電視了 我要去拍電影 結果因為大頭正 結果角色的關係 他就 他又去做生意 野心很大 開制服酒店 然後去拍了這個 廈門新娘回來以後 就酒店裡面債務上門什麼的 他又開始要重新要去求製作人 求靈福帝製作人 求恩師說 我可不可以再回來演八點檔 是的 我這故事是我以前大報的同事 一個 因為那時候同事跑老三台 在老三台的時候 老三台餐廳裡面 大家都拿那個餐具去喝咖啡吃飯 我同事當時講這故事給我們聽 我們覺得 真的很動人 那個故事 當時他生意失敗 欠了幾百萬 被人家追到電台來 然後他就 有一天我同事 我那同事是女生 也大台 大報根本大台記者 就也不太認識他 因為那龍色華當時還沒有大紅 還在剛起來的時候 就是電視圈沒有大紅 結果在電台裡面 他就 我同事坐下來就 龍色華就拿了幾杯咖啡過來 看到就並桌坐 並桌坐在一起 那我同事很大白就說 他說不好意思 我今天早上心情有點 我還沒有怎麼樣 還有點沮喪 我沒有想要跟你聊 就不想要採訪你 沒有想要跟你聊 你咖啡 他的咖啡就擺了一杯 他就擺在這邊給他 他說你咖啡不要請我喝 因為我今天不會採訪你 我也不會寫什麼的 龍馬他說 拜託 他說其實你放心 他說我雖然欠在幾百萬 但這咖啡幾十塊錢 幾百塊錢我還有 這個沒有關係 盡量喝 我也沒要你採訪我 就你盡量喝這個 結果我同事當時就很驚訝 結果他們就變成朋友了 跟你同事也蠻直白的 你別說你一杯咖啡來 因為演員都這樣子 有時候人家拿了一杯東西來 他都當然 他沒有叫你採訪 就是希望你跟他聊幾句 那明天會寫一篇東西 以前採訪都這樣子採訪 都不是很刻意的 都是聊天變成採訪 後來這個同事跟他變好朋友了 你跑八年黨就變好朋友了 結果他們一次每一次都是一起聊天 龍上華從來不問他說 你明天會不會邪誤 你會幹嘛 從來不管 這是他的樂天 我講到敬業一個故事 我幫三立主持過一個 龍上華其實前幾 龍大哥幫三立演過一個 很優質的劇叫做一千個晚安 我們在北投車站開鏡記者會 哇當時好多演員 大哥也是秀演員 他跟苗可麗又演夫妻 那因為開鏡當時很多劇本 角色的姿脈還沒走出來 大家都還不太了解 每個角色的道理 怎麼個走法 那就開鏡只隨便講一講 因為當時主題是為齊柏林致敬 因為這個電影 這個劇史跟齊柏林有關 把台灣的美拍出來 那龍上華大哥不行 他一定要問清楚 我的角色到底怎麼樣 我後來怎麼樣怎麼樣 因為他覺得即使開鏡 講那幾句話都不是亂講 很重要的 你不要跟我說30秒不重要 他對他來講 他一定要很清楚 因為還是有很多攝影機在拍 我要對我角色負責任 我當時就覺得 因為那演員有十幾個 每個人也不過講了幾句話 大哥又不是第一男主角 他是配角 可是他就這麼的執著 當然我這幾年看到他 跟很多國片台灣的這些導演 每個導演都非常的喜歡他 為什麼 因為跟大哥一起拍戲 學到很多東西 這些東西是這些年輕導演 他們的養分 在台灣這個土地上扎根的養分 就是來自於這些私生演員 給他們的這些灌溉 給他們這些東西 這是很珍貴的 麥大哥我再補充請教 因為其實剛剛林林姐 也有特別提到的是說 那個悖劇本的那一塊 那悖劇本 你想想看 哪有人天生就是來得那邊 那有可能是記性很好 那他是下苦工 還是真的就是那種演戲的天才 其實我跟你講貴雅 其實你看到大演員 包括之前的吳孟達 過世吳孟達 包括龍造華龍哥 都是這種 都這類型的演員 他到了現場就丟本了 他不帶甚至不帶劇本 就導演甚至說 我們先拍第四場 他就把第四場的戲背下來了 導演說我們改拍第六場 背下來了 你會覺得這個演員那麼厲害嗎 怎麼過目不忘 他是有著天分嗎 都是在家裡面下了苦工的 都是在家裡面 那他這樣的演員 都有個什麼特性呢 都是經過起伏的 剛才講龍造華他曾經被大頭震 人家就不要他了 他會來去求製作人說 讓我回來演 經過這樣轉折之後 有低潮之後 對 才會有就是人生的一些體悟 然後就會變得這樣 他再回來就不能夠落魁了 他就不需要把劇本 到背得清清楚楚 一進來我就要給你看 我是厲害的啦 這就經過低潮